国民党立法委员共识营25号是重头戏 分别是立法实务研讨会以及委员会分组讨论 总共有46位国民党籍的立委现身参加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说 法案是大家联居共识一定会讨论优先法案 而党团总招傅昆琪就表示 共识营讨论优先法案希望可以一致做成决定 这时之后就进行了闭门会议 国民党共识营25号进行的是 立法实务研讨会及委员会的分组讨论 52席的立委席事当中有46位出席 党主席朱立伦表示 对于新的会期来讲 立法院朝野三党不过半 民意希望立法院可以发挥最强的监督力量 同时要制定许多福国立民的法案 这些都是民众最高的期待 接下来我们的国会 我们要有哪一些重要的法案一定要通过 这个是我们大家必须要在今天 民居共识的 这是最关键的 也是民众最关心的 关键性的这些优先法案 这是我们国民党的立场 那我们这样提出来先由智库 汇整了一些大家的故事 但是这不代表我们的结论 必须要经过大家的讨论 我们这样才能够延续我们的共识 而这就是我们要推动的重要答案 这一次没有在你想要去的委员会 但是也提醒各位委员 尤其是新的委员 要多去各个委员会 去了解去立念去发言 一样的都可以发言 不管党部本身 事故本身一定配合我们立法院党 能够把所有的事情做好 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付冠席表示 现在国民党是第一大党 承担着国家责任 在共识营讨论优先法案 希望一致做成决定 有些县市财政好 六都 哇这个健保就可以 这个六十五岁上 长者就不用交健保费 那结果越穷的地方 反而要交得更多 民众越是应该要来交 虽然是真的是 并且讲得在惩罚人民 一国多责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 大家达成共识以后 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辈 年轿建保费 这应该是一国制裁队 不要好一个国家 有各种不同的制度 让人民呢 都一样是中华人国 国民就应该享受到 项目的一个权益 国民党是第一大党 更承担了非常多的 国家以及人民的责任 我想这一次啊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承行这个共识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让大家能够听听智库 带给大家的优先法案 还有很多 我们要积极推动的事项 都能够希望通过这次的共识 能够大家一致啊 做成决定 这一次总共出席的 46位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 其中正副院长韩国瑜 江启成有其他公务没有现身 而立委邱正军赖士堡徐巧兴 陈雪生则是因故未到 不过25号晚间的宴会 韩国瑜和江启成会出席 借着我们圣华联士报道